这个配方都是我自制的 当然参考了一些别的饼干的量 成品偏向较硬脆的口感 如果你喜欢的是酥脆的感觉 那最好把蛋液也换成黄油 我喜欢少糖 所以可能有些人会觉得甜味不够 你可以在楼面的中间尝一下 酌情增进 红豆馅饼干的做法步骤 一、顺便说一下红豆馅的做法 鲜酱红豆洗净 放入清水开始煮 二、大火烧开后开小火 一个半小时后就可以了 全部软了后把水沥干就可以了 嫌麻烦的话 直接上高压锅 我这个兜主干了两次 因为我忘了 所以亲们还是小心些 水记得多放 我一定不要太大 三、接着用你顺手的工具 将豆的全部弄碎 我没法的弄得像卖的那么细腻 但是自己家吃的这样就可以了 加上糖还可以用来包糖原 做炸糕 既干净又放心 不错 四、鲜酱糖跟黄油和好 再放入蛋液 然后吃豆馅跟面粉 五、开始整形 把面团握成一五公分左右的薄片 弄上喜欢的形状 六、舒适一般要求整形成长调形 并包上后放入冰箱冷冻一小时制冻量 七、它这么要求仅仅是为了烤熟的成品形状漂亮 对于我来说就是可有可无的 所以我比较随性 爱什么样子就什么样子 瞧 这样不也可以吗 瞧瞧我们 这款饼干是我在做贝果面包的中间做成的 因为面包的第一次醒发 就需要一个小时 与其坐在一边等 还不如做点别的 这一个小时足够一度烤出一箱来了 再加上中间醒发 二次发酵 如果你的烤箱够大 如果你不在意形状 那所有的饼干都可以出炉了 那是累一点了 可是我都是这么干的 一次可以看到两个成品 不是很有成就感 另外得说一下 红豆馅不是今天做的 是我在昨天晚上玩电脑时顺便做的 你也可以头前晚上泡上豆子 早上再来煮 会比较容易煮软